他怎樣 失戀有的沒有 我說好... 反正就聽他也廢話了一堆 於是我們兩個真的是 這到底是這樣講的 對啊 不對啊 但我覺得大家都成年了 無所謂 然後於是應該說我覺得 他其實中間有跟我講 他說其實在之前 其實他就 對 可能就有一點這樣 然後又覺得我很獨立 結果我做任何事情 他都不用煩惱 對 然後於是我們就真的 那一天之後 我們兩個就在一起了 就三天 那只有勇氣 對 妳是不是被稱讚好幸福喔 對 因為其實啊 就是我老公他的朋友呢 他甚至於他家的人 都會來跟我講說 他常常會跟外面的朋友說 我娶到這個老婆 都很獨立 都不用我環漏這樣子 他想要幹嘛就幹嘛 所以我也管不住他 然後我對他尊重 所以我也不會跟他吵架 所以不知道是好 應該是歐漏我好的吧 對 言下之意應該是這樣 他感覺過得滿快樂的 他可能是被我的那個 那種 權力之下壓榨吧 所以你出去人家 跟我講好的這樣子 對 妳跟妳老公的這個 另外一位是很浪漫喔 因為才交往三天 三天 三天就閃婚喔 而且跟妳說是喝酒勿試 怎麼樣 喝茫了就順便 不是 應該說我跟我先生 其實我應該是人生第一次 在媒體上講這件事情 對 就是我跟我先生 其實認識了非常久 那當初我在另外一個電視台 那反正就是有認識嘛 認識之後他本來追我的 一個女生朋友 然後我在旁邊就是 專門助攻的那一個 對 然後中間反正他只要追女朋友 有任何問題都會打給我 跟我聊啊 幹嘛有的沒有的 反正我就是一個最好的軍師 於是他有一天就打電話給我 然後就跟我講說 我這次失戀 你怎麼都不來聽我講話 然後我現在又有一個 要追的女生 我就說我現在才剛下飛機 你不要亂了好嗎 他就說我跟你講 我真的覺得你這個人 我做朋友怎麼可以這樣 就把我罵了一頓 好 我說好 等我 我等到出了桃園機場 我再去找你這樣 然後我就去找他 然後就開始講他怎樣 失戀有的沒有 我說好 反正就聽他也廢話了一堆 於是我們兩個真的是 這到底是這樣講的 對啊 不對啊 但我覺得大家都成年了 無所謂 然後於是應該說我覺得 他其實中間有跟我講 他說其實在之前 其實他就有一點點喜歡我 那因為愛於 久後土真言 對 可能就有 有一點這樣 然後又覺得我很獨立 就是我做任何事情 他都不用煩惱 對 然後於是我們就真的 那一天之後 我們兩個就在一起了 就三天 第三天的時候 我們兩個真的是 不知道是哪根筋撞到還怎樣 我那時候三十五歲 對 那他三十八歲 那他就說 他覺得想要穩定 那我在那年紀的時候 我就覺得 好像我覺得人生 可以走到婚姻這一塊 因為當時我的朋友 跟我講 如果無論如何 你的人生一定要結婚 對 就算離婚也沒有關係 因為你要去感受一下 那個感覺嘛 要不然每次要拍結婚的戲 我都不知道 那個結婚到底是什麼感覺 有必要知道自己來一次 真的 我跟你講 這個有差 真的有差 所以久後勿勢就變半正式了 對 然後我們兩個到底是誰先 提起說要去護證事務所 我真的也忘了 然後我們兩個就是有點 貓... 貓個三天喔 就三天 然後我們兩個就去登記了 然後那一天呢 我爸也有點嚇到 他因為 可能 肯定嚇壞了吧 對 就是他的爸媽 我的爸媽 都有點嚇到 他想說 你們兩個是你 伴家家久的 我就說沒有啦 因為我覺得這個男生 其實我也跟他認識了很久 那他是一個非常非常 善良的男孩子 那再來他在 因為我喜歡一個 工作力很強的 對 然後我說其實因為這樣 我才看上他就對了 這你們兩個思慮都轉得好快喔 他本來是失禮 要追別的女生 對 然後現在變成是你又結婚 這死不過是 七十二個小時之內發生 對... 因為三天衝動做的決定 有後悔過嗎 應該說有一天 我從泰國回來 我就打開我家門 我從聞到一陣嘔吐味 我就想要慘了... 你知道嘔吐在床上 是非常非常難清的 然後我就看到我就 嚇死了 我就一直把他叫起來 我說你起來 要不要清一下嘔吐物 然後他就會 開始亂就對了 然後我就只能自己 默默地把他清走 清走之後 那他有時候喝酒醉 會大吼大叫 那可能就是... 對 就有點發酒瘋 然後你要抓他又很難抓 因為他太高了 那我就說先生 你這樣大吼大叫 鄰居也會覺得很吵 你不要面子 我還需要面子吧 然後他就會跟我說 哪有啊... 我就說要不然我錄影 給你看好了 然後他就會把它刪掉 對 就是諸如此類 然後也因為喝酒的 這一件事情 我們吵過無數了 就是我跟他講說 你不要這樣子喝 然後他就會回回去說 這是我工作需求啊 我說你聽好 我只是叫你少喝 不要喝這麼醉 不是說叫你不要喝 然後他就會回回去說 好吧 那我去7-11打工 啊... 你搞錯 就是你搞錯 你要解決的點吧 重點劃錯 對 他有一個特色很特別 很多通常是男生 會開車送女生 但你老公不開車的 對 我老公是 他會開車 但是他堅持不開車 為什麼 他說他開車會有躁鬱症 就是那種 因為現在台灣人 不開始喝酒 所以沒辦法開車 應該是這樣吧 不是... 不斷在喝酒的狀態 很多男人上那個 過上那個方向來 就有躁鬱症 他今天變了個人 對 而且現在有時候 Google又不是很準 然後可能要找路 又很麻煩 然後很多那種情壓掌 可能就從巷子衝出來 他就會嚇到嘛 然後我曾經 因為這件事情 跟他吵很久 我就說 你有沒有想過 很多人啊 那個老公啊 都會開車帶著老婆 四處去玩 不管去祕境還是哪裡 那因為我們現在有狗狗 那不可能 要載狗 對 要載狗狗 因為有一些司機 是不願意載狗狗的 那我們可能要出去玩 上大包小包 其實對我來講 有一點困難 然後他就說 沒關係啦 我們就坐計程車 說那如果去很偏遠的地方呢 沒關係啦 我們就坐計程車 就要永遠都這樣 那我也曾經跟他講說 你有沒有想過 因為我們可能會在車上 談一些公式 我覺得讓第三者聽到 不是那麼好 都好有道理 他就回了回去 我不會打Line喔 我說妳就坐我旁邊 我還Line給妳 怎樣 這不是很奇怪嗎 然後他用語音 還是會聽到 不能理語 不能跟Siri講話 對 反正他的邏輯就是 我不開車 那我在除夕的時候 我跟他吵了這個 於是又吵到初一 他最後有一天大狗狗 跟我講 這樣子是不是 好啊 要不然離婚啊 你去找一個會開車的 但妳不是說他會開車嗎 他不開車 他會開 她不想開 但是他不開 都不開嗎 他不開 就是說我們就把車賣掉 對 所以妳出這麼多招 他還是可以完全招架得住 還是無解 對 所以妳婚後的治理名言就是 人生要靠自己 對 人生靠自己 然後相處靠吵架 這什麼名言啊 你們不覺得 有時候朋友之間 夫妻之間 可能就是妳要幹嘛 我明明就很生氣 都不敢講 可是人會到了一個 極限點大爆發 那就恐怖囉 所以我就中間 如果已經 對他不爽有到五十分的時候 我就會爆發了 我會讓妳知道 我們還有五十分的空間 可以救 如果等到我到了一百分 那不好意思 我就連救都沒得救了 那如果妳五十分 他剛好也是五十分呢 那就一起爆發 勢均力敵 那怎麼辦 誰搜食餐菌 通常會是他 因為做錯事的 大致上百分之 九十九點九 不會是我 對 是這樣 問一下浩宜 所以這樣子的 夫妻吵吵鬧鬧 真的就是生活的本質嗎 我先講第一個 那個應酬啊 我剛想起 台灣有一個研究 就講說 如果婚後的男人 每個禮拜有 二到三天的應酬時間 他們的幸福感會最高 就是如果超過就太多 然後少於二到三天就太少 二到三天 一半有一半 差不多快一半 對 所以如果像這種狀況 其實是可以 我有認識一對夫妻 他們兩個都很有各自的生活 那他們又有兩個小孩 所以就變成是這兩天你帶 下兩天我帶 然後每個人就是一個禮拜 都會有兩到三天的 自己的應酬日 對 然後那個吵架的那個部分 我其實覺得 剛剛那個開車的事 我相信在座大家聽 都覺得不太合理 就是因為他其實會開 但是他就是不想開 對 那我的經驗是 其實背後通常都會有一些理由 可能他自己都還不知道 所以我是蠻贊成夫妻可以吵吵鬧鬧的 因為有的時候吵吵鬧鬧以後 反而你就會瞭解 對 所以突然理解 他為什麼會這麼奇怪 他自己也會被點醒 原來我是這樣子會這樣 我覺得人大部分在自己的習慣裡頭 是不太有意識的 可是當你旁邊這個人 他會一直去提出某一些看法的時候 其實你就會開始去想這個問題 所以我是贊成吵吵鬧鬧 那個熱度是不是要控制一下 我的原則就是說 如果吵架之後 你覺得你有更了解他 就是正向的吵架 如果你覺得吵了以後 就兩個人都很累 更想去喝一杯燒酒 那就不是正向的 其實雖然有時候 他就是一個講不聽的小孩 我就這樣講他 但是因為我自己有在直播賣東西 然後又在上通告 那有時候真的時間真的嘎不過來 那有一天我家老公就說 他今天要趕快回去 我想說很難得 會把牠客戶這樣往外推 他說我覺得我們家兩隻狗狗 好可憐喔 在家就是太久 怕牠們想要上廁所 牠就趕快回去 然後就牽著我們家兩隻狗狗 去上廁所弄東西給牠吃 然後牠就開始拍這些狗狗的 所有的生活照 然後就會傳過來說 你看牠們在幹嘛 牠們在睡覺 然後我就看了就覺得 就有點窩心 就是我不用交代妳說 麻煩幫我照顧狗 而妳反而是自己會想到說 我老婆在忙囉 那這兩隻狗狗在家 牠可能沒有時間照顧 那我就起來照顧牠這樣子 這個滿窩心的 而且妳被欺負的時候 牠會第一時間跳出來 對 牠跟我的個性一樣 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 我今天做錯的事情 我也跟大家對不起 但我今天沒有做錯的事情 妳要叫我認錯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就前一陣子 因為我的婚紗是在韓國拍的 那韓國那時候 韓國人就跟我說 江小姐 妳訂婚 因為我是三月訂婚的 我一月去韓國拍 他說妳三月 可能拿不到照片 那我說那怎麼辦 他說妳的結婚 一定趕得出來 那我在台灣這邊 我就請了我一個朋友 幫我拍 那她也很開心 那我們就講好 就說訂婚的時候 妳來就是側拍 那我的婚紗部分 因為要不然我訂婚的時候 什麼都沒有這樣 她也說好 那我幫妳 那該給的費用我都有給 好 那新聞就出來了 就說我訂婚了 怎樣怎樣 我那天在拍戲拍到一半 她就很氣沖沖的 打電話過來質問我 我就想說怎麼了 她就說 詠祺妳怎麼這樣 我說怎麼了 她就說為什麼媒體上 沒有寫這個照片 或是妳訂婚當天的照片 是我們拍的 我就撒住了 我說等一下不對啊 我之前都幫妳 在我的粉專標註了妳 我說媒體要怎麼寫 不是我能控制的 她今天想寫就寫 她今天不想寫 我總不能跟你講說 大哥不好意思 妳要幫我把這個公司行號 或是個人寫上去吧 那我掛完這通電話 其實我心裡就有點不舒服 當然中間有發生很多事情 好 那我就打了一通電話 給她說這樣子不好意思 因為我覺得我們合作上 不是那麼愉快的 那反正該前面該清的錢 我已經都跟你親了 那結婚的時候呢 那妳就不需要來了這樣 我說因為妳也不舒服了嘛 對不對 然後她就不開心了喔 不開心之後我就說 那訂婚的照片 我也要拿這樣子 就因為我已經有給妳 那費用了 那妳訂婚照片 什麼叫給我 那她就說好 自從掛完那通電話之後 我們經紀人再怎麼打給她 都不接 打LINE也不接 打電話也不接 那她也當然有在她的社群網站 就開始PO了 結果反正就說我的不是 怎樣怎樣 那我先生這個個性就是 從頭到尾她都知道嘛 因為她當事者 她就直接喔 我跟你講我還沒有這個膽 她直接在她的粉專下面 就直接留言 她說事情根本就不是 你們想像的這樣 也不是你們看到的這樣 跳出來護膝 對 就是護膝了 那我那時候還跟我先生說 算了啦 就是 就不要再去 好像幫她吵知名毒這樣 我先生就說不行 這種事情本來就是要講清楚 因為自己有關於 我名譽的問題嘛 我說算了 隨便 要她怎麼寫就怎麼寫 然後這就是我老公 只要發現 不公不義的事情 他就一定會跳出來 就是我沒有做的 就是沒有做 他就會立馬反擊這樣 雖然平常很忙 但是這關鍵時刻的時候 很清醒喔 早就來保護你嘛 我們剛剛聽到其實 兩個有時候感覺是互相嫌隙 可是其實就是不離不棄 你給夫妻相處什麼建議 其實我覺得年紀越大 你就會越發現 其實婚姻真的沒有一個 所謂的模範的模板 我們小時候會相信 那個其實是蠻蠢的 所以如果 你真的是想要去把一個 所謂幸福的樣板 去套在自己身上 其實就是會讓自己 過得很辛苦 那就會有人講說 那所以我們常常 就是問自己說 我到底過得 開不開心啊 自不自在 可是一定很多人講說 人生本來就是很多苦啊 那我覺得 現在心理學家就很厲害 他們就算出一個比例 如果十天你有六天都是開心的 其實那就夠了 就夠了 所以那四天不開心就 就算了 正常了 因為有另外六天可以補這樣